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奥迪这个摆明里不断演绎运动基因的汽车品牌 一路走到今日 面对奥迪RS 我期待知道它的态度 大家好 我是奥迪RS高性能态度见证观察的Fan Andy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浙江国际赛车场 在这儿我们即将与许多我们奥迪RS的态度 只有我们一起来碰面 与他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他们与奥迪RS的态度故事 他们是谁 什么样子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去见证一下 我的态度是进取 敬请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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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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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吗 当然接受了 好 那要祝你好运了 谢谢安丽 Good luck 我先走了 好 下次见拜拜 拜拜 今天可以说是惊喜连连 除了可以看到我们迪利热巴 他所代表不断进去的精神 与我们的RS一模一样之外呢 我们更可以看到我们RS一系列的车型 都在我们的身后 其实RS它不管从设计 从性能 都可以说是不可挑剔的 但是它背后所代表的精神 还有态度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RS有史以来 所有的传奇车手们 你还好 还好吗 这就是用心的 当然这就是办法 不可以看到大家 也有一点 还好 它也会有什么 今天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知道崇湖一直是我们的中国历史上面的 第一个能够站到我们的乐盲赛事的领奖台上面的中国赛车手 而且其实你在中国也创造了许多我们赛车领域里面的第一 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其实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崇湖 就是你怎么样可以坚持 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 坚持在我们赛车领域上面 其实很简单 更多的是一种热爱 因为从小就非常喜欢 后来也接触到了卡丁车运动 初级杯方程式 然后房车赛 然后拿到了一些不错的成绩 回想过去有很多年了 是的 所以这样子的东西就令我们非常非常的佩服 那我也知道今天我们来到奥迪的荣耀殿堂 其实大家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那我身上有五个关键词 那我听说崇湖它可以一一地帮我们解答这几个关键词所代表的意义 对的 安迪手中的每一个关键词啊 背后都藏着奥迪百年传奇的历史故事 嗯 那我们就开始了 好的好的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1911 1911指的是年份 这是奥迪百年运动基因的起点 那一年奥古斯特霍西驾驶奥迪C型赛车赢得了阿尔卑茨山国际汽车拉力赛的冠军 这次的胜利 在1937年博恩德罗斯迈尔驾驶四环C型流线赛车在法兰克福至达姆斯塔特的高速公路上创造了历史 人类第一次在普通的路面上以406.3的公里每小时的急速移动而当时的飞机的速度只是在200到300公里之间 哇所以406公里每小时这样子的速度 对 这比飞机还要快 现在看都是很可怕的一个速度 太厉害了 对对对对 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Quattro Quattro安迪应该是非常清楚 是奥迪全市四驱的系统 它的诞生要回到1977年 芬兰北极圈内的森林里也以奥迪100为基础的研发前驱赛车很容易再直到位落后 奥迪将越野四驱系统移植到轿车上Quattro自此诞生 哦原来Quattro还有这样子的来历 是的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奥迪Quattro赛车横扫全世界各大赛事 从拉力赛到场地赛 在赛车运动史上深深地落下了奥迪Quattro的印记 哇谢谢重复让我们打开眼线了 我们终于知道Quattro原来有这样子的历史一些来历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关键词 那就是DTM DTM是代表着一个赛事 DTM是德国防车大师赛 我也是中国的唯一的移民车手参与过此次赛事 奥迪是第一个在这赛场上获得三连贯的汽车品牌 在1990年在一路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奥迪车手Hans Stuck凭借着奥迪赛车强劲的V8发动机 和独具优势的Quattro技术 夺得了年度和车手的总冠军 好所以Quattro它真的是名不虚传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24 这个该不会是代表是时间吧 Andy只参队了一半 因为在奥迪运动的家庭里 既代表了时间又代表了一种精神 因为24小时代表着乐盲 法国乐盲24小时耐力赛 24小时耐力赛对车手 对赛车对车队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奥迪自1999年参赛以来 在17年的比赛过程当中 夺得了13个冠军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憧憬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听到重复讲了那么多 有关于我们的奥迪的传奇车手 都是听着令我们的热血澎湃 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些传奇的车手 他们除了说必须要有天生的这样子的天赋之外 还要有能力 另外我觉得最主要是要狂热 热爱这样子的一个原因的 这是因为这样子的热爱 所以我们的车手还有奥迪的互相的成就 创造了那么多我们的辉煌的历史 是的 我理解的奥迪RS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狂热 对汽车性能的不断钻研和提升 才能造就了一款又一款强悍的高性能产品 好 感谢重复带给我们下次狂热的态度 谢谢 谢谢你 还有更多的RS精神带你去探索 好的 那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 谢谢 我做事情比较追求完美 不管大的事情或者小的事情 我都想把它做到最好 如果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肯定是借百分之百的利 我想把这种价值的感受 分享给更多的人 让工作人体验高性能 以及他在赛道上的表现 师傅本身是讲究人体验调美 我认为西装是必须要去精致的 我喜欢做点 我更出家 我要把家庭和我的工作结合得非常好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RS House 跟我们一起来感受Performance is an attitude 这样子的极致态度 那当然今天要来到我们RS House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车主 以及粉丝朋友们 他们呢 其实也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在私生活里面 到底是怎么样用RS的极致态度 来感染他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呢 让我们欢迎我们所有的车主们 欢迎你们 欢迎 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下嘉宾好了 听说你不止一台RS 对我比较痴迷RS这个车 对 因为在我个人理解里面 我觉得RS的车型比较全能 而且均衡 它可以满足我在不同场合 对车子的需要 所以其实在人生上面 你的执着的态度 也运用在你的选车上面 对我对人事物 我都比较乐意钟情于一样 就像我对RS一样 好吧 那我们其实在嘉宾的身上 可以看到我们这样极致执着的 这样子的人生态度 那我相信这样子的态度 也是我们许多车主 他们都是共同拥有的 我们再次谢谢嘉宾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好 思璇你好 看见了思璇 那么多的鞋杠 但是我觉得刚才我们思璇也特别讲到 他特别喜欢刺激的东西 特别喜欢速度 但我相信就是因为这样 对于速度 还有对于刺激这样子热情 你也是展现在你的选车的选择上面 对为什么选了这款车 RS这款车呢 是因为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因为它的速度感 还有它的爆发力特别的强 尤其是对于我这种比较冲气比较大的女孩子 尤其是在路上的时候 比如说等红端的时候 我排在第一位 我可以第一个是第一时间冲出去 比其他车都快 而且呢如果让他们几秒钟 我还是可以第一个冲出去 比他们都快 好有成就感的感觉 对就非常爽 对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操控系统 就是操控系统对于女孩子来说很有好 因为在不同的路面上 它都可以让我感觉很安全 因为它有那个quattro四驱 还有DRC动态操控系统 就让我非常的安心 在不同的道路上 都可以让我很平稳的去驾驶 太棒了 这无畏的精神 极致无畏的精神 在我们的四选 还有操作我们RS的时候 然后都可以一一一地展现出来 所以其实在四选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不一样的一面 一个A面是一个漂亮亮丽的 一个青春的女孩 另外一面就是我们的燃情无畏的 这样子女孩子 双面女孩 对不对 双面女娃 这是我们的四选 我们再次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好 吉星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 那个 我们的RS Avant 当我看到RS Avant的时候 第一眼认定了 就是她 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如果她能满足我 更多的东西那就太好了 比如说高性能 安全性 还有她是一个空间很大的旅行车 她的高性能可以让我有很强的爆发力 四驱又很安全 让我不用想太多 直接踩油门就可以了 她的旅行车的身资就是可以装下很多的东西 我去买东西啊 或者是去 shopping 或者说是装买菜都可以 嗯嗯嗯 所以其实你在 你的那个地方的话 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RS Avant 在模拟赛道上面的比赛 但是今天我们也可以在浙江的国际赛场上面 来好好地感受一下 实际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嗯对不对 好 其实今天呢 我还要特别介绍这一位 因为我今天必须要特别特别的笔挺的介绍她 不然的话她对我的西服可能会有一些意见 让我们欢迎光好 光好你好 定制西服的主力人 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定制西服吗 呃 西服本身是讲究人体本身的线条美 所以我认为西装是必须要去定制的 嗯 在细节上面的要求也提升出来自己的个性 嗯 所以呢 在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极致个性 嗯 所以在你身上其实这样子的极致个性的选衣的标准 是不是也运用到我们的选车的标准上 嗯 是的 嗯 像我那辆车是奥迪的RS The Avent 就在一个很西装绅士的外表下 又有一颗暴徒的心 对 对吧 就像我这件西装 一个很正常的外表下 又有一个比较闷骚的礼布 对 对 对 然后像在搭配上我对于车的一些选项 比如我选了一个Akintara的顶 哦 跟我的原厂标配的Akintara的座椅 来做一个相呼应 嗯 这样子也比较像我挑西装方面的一些方式 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穿的一个西装鼻涂 或者是充满自己个性西装的功耗 从一个充满了个性的RS一款车子里面走出来的那种感觉 外表是西装 里面充满了嫩色 是对吧 好 我们来再一次谢谢 冯豪谢谢 谢谢 李哲你好 你好 你好 刚才你说你是一个运动员 那同时呢也是一个教练 但是我看到抖音上面好像八个都是你跟你孩子的一个非常开心的场景的一些东西 对对 我就很喜欢我的孩子 所以其实在李哲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极致平衡 把我们的事业还有家庭做一个平衡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因为这个极致平衡的关系 所以呢 你也想要把大家跟小家照顾的好 我觉得李哲他可能自己不好意思说 但是我这边帮他说一下好了 其实李哲他在疫情期间 他特别是代表我们的S Club到疫情的前线来做志愿者 对不对 对没错 哦那时候是个什么样子的感觉 为什么会这样做 嗯因为是奥迪给我那种向前冲 嗯 不要回头 嗯 不要想太多 嗯 因为到你冲的时候你就要冲到第一线 对 你这种力量推动着我 嗯 但是其实到疫情区呢 呃我有这样想的 对于社会的责任 对于家庭的责任 人人有责 嗯 把这个均衡好 就做到了极致的均衡 嗯 好的 那我们也谢谢李哲 他能够把我们极致平衡 这样子的人生态度 然后介绍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好不好 谢谢李哲 谢谢 那当然今天呢 除了我们这几位车主们 他们跟我分享他们的人生态度 他们的极致态度之外 其实还有一位 他也想要用他的方式来分享 他的人生态度 他的极致态度 Performance is an attitude 而他到底是谁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位我们的RS的粉丝 还有车主 当然也是一位大名星 我生活中就跟工作上很不一样 演员是这样子的 他必须要创造出很多可能性 哇 Oh amazing 皮尔 我们真的是天生一对 找到每一个角色 他身上不一样的地方 无非就是尽可能的追求完美 也满足我自己对于工作的某一种执着 我皮尔金 上来就是要成就一份事业 我注定赚更多的钱 我天生就是皇帝命 所以一个演员的积累在于 我是出门买杯咖啡 但是看到天气这么好 我也会开着车去跑跑山 我想要去追求一些极致的体验的时候 我的RS就能满足我 去抓住这种烧纵极致的激情 他的动力远远不绝 只要你敢踩油门 他就是一个推背 因为他是一个先辈 五门先辈 他不像某一些超跑 那么的 只是看起来就是个跑车 但是他又足够让你去 面对所有的需求 跟面对所有的挑战 他满足了我 对于生活里面 对于车的所有想象 如果你要用霸道总裁形容的话 他不太像是总裁 但是他确实霸道 天性使然 Performance is an attitude 我是奥迪RS车主 王耀清 我们再次谢谢耀清哥 跟我们分享他的极致的态度 当然我们也听到了 他在演员生涯 从零到一对于艺术上面 极致的要求 以及也看到了 他的生活里面赛道当中 他对于性能极致的追求 那当然今天我们在RS house 看到那么多RS的车主们 他们对于我们极致执着 极致无畏 极致创新 极致个性 以及极致平衡的人生美丽 我们再次谢谢你们 那我们也希望 透过他们的讲解 以及分享了以后呢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 对于我们的RS的追求极致 天性使然的态度 也越来越加了了解 今天我们来到了 这家国际赛车场 那我相信车主朋友们 你们都已经日日日试试 想要来感受一下 我们的RS4 以及RS5 而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没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没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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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ánh准备好了 要是 未经许 Todo 要是 不管什么 没疑惑 IF 誇访 秀 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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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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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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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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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晚上好 其实呢 大可不必 奥迪高性能车标配的大功率引擎 地表最强夸丑全时四驱系统 为这场高燃的演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精准的操控 不具任何高难度动作 没错 有实力就是可以这么任性 当然 光有实力还不够 在消费者普遍追求个性化的当下 有实力还要有态度才更容易圈粉 RS这个红色的菱形不仅代表着奥迪品牌最领先的科技 最顶级的制造工艺和最极致的性能表现 更有着丰富的个性和内涵 就像我的搭档Norbert先生刚才所讲的那样 奥迪RS代表着好奇心 进取心和责任心 是一种不断挑战自我突破极致的人生态度 Performance is an attitude 可以说奥迪RS车型是豪华车品牌中最有态度的高性能产品矩阵 那么今天我们所发布的这一系列的动感车型 每一款都有着独特的个性 代表着不一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无论你是喜欢赛道还是喜欢街道 奥迪高性能车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和梦想 那么我们面前的这三款新车 新奥迪RS4 Avant 新奥迪RS5 Coupe 新奥迪RS5 Sportback 都进行了全新的升级 增加了许多经验的设计和配置 比如我们全新的一体式的进气格栅 那么整个中网的设计更加的低趴 使我们的车头更具进攻性 那么新的侧裙的设计则营造出更加性感的运动美学 而新增的RS专属模式 一键启动 瞬间可以唤醒赛道的激情 那么同时呢 致敬R8乐盲赛车的专属仪表盘 也为用户带来了沉浸式的赛道体验 那么其中呢 我面前的这款新奥迪RS4 Avant 是市场中唯一一款高性能豪华B级旅行车 可以说是一台极具极致性能和生活实用性的牙皮瓦罐 它拥有着旅行车的超大空间 那么同时呢 还搭载了奥迪2.9T FSI V6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强劲的性能和实用性能 可以说也让许多奥迪的瓦罐粉丝们为之兴奋 而首次引入的四门轿跑新奥迪RS5的Spotback 和经典双门跑车新奥迪RS5的Coupé 则有着时下圈粉的反差魅力 它们的外观刷新了高性能豪华B级车的颜值新高度 而在优雅的外表之下呢 也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0到百公里的加速仅需3.9秒 就如同两位身穿燕尾服的暴力绅士 极致性能也可以兼顾日常使用 谁说不可以百公里加速3.9秒去买菜呢 每一条街道都是赛道 每一段人生都是令人兴奋的赛程 在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人生道路上 奥迪RS可以助你尽情的释放天性 在享受速度和享受生活中 两步妥协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迎来今晚的高光时刻 一起揭晓我们三款奥迪RS重磅车型的售价 请看大屏幕 掌声在哪里 那么除了这三款RS系列的车型呢 我们还同时带来了S4 S5 S6 S7共六款新车 他们的价格是 掌声可以再热烈些吧 相比RS车型呢 S系列车型的性能相对更加温和 但是同样能够驰骋赛道 征服街道 对于出入门的性能玩家而言的 奥迪S系列的车型 无意是最为理想的选择 那么今天呢 我们多达九款新车的震撼发布 相信已经让大家充分感受到 一系大众奥迪品牌满满的诚意 不止于此 在2021年 我们还将重拳推出RS6 RS7 RSQ8 R28等一连串的王炸车型 打造最强豪华性能车的阵容 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 追求极致没有终点 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超级彩蛋 那么随后呢 我们奥迪RS的形象大使迪利热巴将会为大家揭晓 新车已经出道 而燃情还将继续 再次感谢现场的各位嘉宾 以及线上的各位网友 那么接下来呢 请大家继续欣赏我们的精彩演出 也尽情享受我们这个美好的夜晚 谢谢大家 谢谢张宗 带给我们丰富的新奥迪RS家族 带给我们的新奥迪RS家族 5します 5 6 8 7 8 9 9 10 10 1 10 13 13 15 14 15 15 15 14 15 他们感到有点稻疑 情侣耽搁我时间 我跟着要去调异 我的 eyes fall 全被刮出全是都是G 手指摊摊着窗外的风景 我都看不起 在SB 跟高速度决了 不来飘个低 It's all the day 大家感觉到超都没人了不起 Go 0 by 100没人跑到过 R-R-R-A Body 神经们不能想拍摄队 跳起了猫你 我的家族就在塞了 门口有奥连的海报 我根本就没有了烦恼 从不早就开始加了比赛了 Lingo 他们只能推开我们的脚步 转连了城市中每一个道理 从家的球连三道高 说到这里生活只有一个是快 我拔已经跑到了天里之外 但鸭皮的外围点来了赛道 你们当心把这些跟皮股甩掉 一脚油门转的回去 期待到只剩下威胁 暗闪两片翅膀 我只是路里展开自己的妹子 AZOB还圈连是赞 跟海报的给你做个食饭 新生模式快的像个子弹 什么模仪的起 我的小鱼都飞穿 对了我开脚奥连 我拍了去找你 我是个神神暴力 我上台被交据 对不上我 他们感到有点着急 经理展开我时间 我跟着要去交易 我上台被选择 我上台被选择 全世界都失去 我上台被车窗外的风景 我都看不清 SB 更加速度 俊了不了飘的底 我的声音 打开其他车都没什么了不起 啊 从从从无法一直住的窗笼 听到音声 我回来的像恐龙 为我欢呼把手举了口动 速度与其勇 用我的方式高动 我的车队过来的你们快报 谁的女生为我将给她的快报 排面加速一下来和我们距离 轮到摩在地面 是我的带来的奇迹 其实它代表 塑造最丁级的生活方式 你想想得到 我穿过隧道人哭的样子 抢兵的外观 根本不用多余的打扮 我都追溯在哪里 我服务从来不归心 啊 抛成音乐这是我们的方式 这样才符合我当次豪华的装置 等我然后我相遇 悠悠地开开成窗子 我要加战斗器贴自己推进 反正我别人都变成了背景 听到这音音声请你当心 没什么能够到我前进 没让我看着奥迪 奥巴勒去找你 我是个神圣堡尼 我是太阳调的教区 追不上我 他们感到有点着急 请回单狗我时间 我赶着要去交易 我的iPhone 全被挂出全是都失去 速度太快 自窗外的风景 我能看不起 JSB 跟个速度 聚了不了飘个底 我的天音 打开其他车都没想了不起 你怎么在红一边看到我们 一边看到一辆R S4 R S5 不要惊讶 这是我们的LIFESTYLE 你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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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